哈喽各位朋友好 我是激励答案正狂宇 从兄弟的故事还有社会时事来激励你 也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多的正能量 这几天大家看我po的照片漂亮吧 哎呀大家都知道 韩国有最美模特尔 这个临死角美女的金宝拉来到台湾 那你看到我跟她合照 或者看到这个记者访问她 然后我在她的对面帮记者做翻译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只是翻译而已 各位 她这次来能够受访是 我促长她是这样子的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其实现在疫情已经等于是都过去了 解封了 那台湾的各县市政府 其实都非常希望能够针对国际的观光客 能够尽量的做一些宣传行销 那我的公司本来就是会拍摄一些这种影片的公司 那我就想到趁这个机会 我是不是可以多多的去认识一些日本或者是韩国的这样子的超级网红 那有了这些日本韩国甚至欧美的超级网红 我就非常有资格能够去跟各个县市政府提案 你们如果想要推广行销自己城市的观光景点的话 请找我 因为我们公司呢就是可以帮你找到像金宝拉这样子的超级大咖的网红 那其实不瞒各位除了金宝拉之外呢 我在9月底还会引进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韩国网红来台湾进行一些非常特殊的一个表演 到时候呢再跟大家公开 那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有非常希望能够见到的不管是日本啊或者是韩国的网红啊 请大家介绍给我我呢会想办法帮你找到这个网红能够来台湾呢进行一些不管是影片的拍摄啊 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推广 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各位提供我这样子优秀的名单呢 就像那一天中国时报的记者就跟我说 邝月老师您能不能不要只找女的帮我找几个帅哥好不好帅哥也OK啊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像这样的网红 未来能够来台湾拍片来推广台湾不同城市的美好 那说到这件事情呢 我又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在事业推广推进这方面 你想啊我之所以能够跟这些韩国啊或者是日本啊或者是欧美的这些网红 能够这样子沟通无碍的原因是什么 还不是因为我会讲英文日文跟韩文 各位你去试看看呢其实你想要跟这些日韩的网红去联系 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啊因为你可能写英文去那对方可能看不懂英文 又或者是他每天讯息这么多那怎么样能够辨别到底哪一个是有用的有效的真的讯息呢 他不知道啊所以很容易啊你如果不会讲他的语言的时候他就直接把这个 信件ignore啊或者是就直接被span掉了那因为我会讲英文 日文跟韩文嘛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啊用他们觉得是正式的一个呃书信或者是生意上的这种往来啊 我提供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那只要条件不错是他们觉得OK的就可以进一步谈下去 这就让我回想到我自己当年了刚到韩国完全不会讲韩文的时候每天这样子奋发图强的自学韩语啊 那终于在这么多年之后各位你看是不是就发挥效果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呢不觉得学一个外国语比如说学英语有多重要那我告诉你真的非常重要你看到我的例子不就发现了吗 如果你未来做的工作是跟英语有关的那你现在趁着年轻就应该好好的把英语这个语言学好 虽然有人可能会讲说学什么外国语啊现在我们有Google Translate我们有Chat GPT那还需要学这些语言吗 现在这些软体呢虽然翻译的很不错但是常常还是会有一些文化上的错误或者直译上的错误或者是他反正就是翻的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的语言好的话你就可以虽然是他翻但是你在修改编辑之后 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非常正式是对方这个外国人你想合作的对象他看起来觉得哦这个写得非常好 这个人非常有诚意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生意事情是可以继续谈下去的 那我就是妥善的运用这些工具加上自己的能力才去缔结了一个又一个这样子 未来的工作的机会所以各位朋友我希望你呢如果也想要把语言学好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啊 你有这么多的工具不管是英文日文韩文我相信啊现在网络上的工具都非常足够 让你可以把这个外国语学好那么我这边还可以建议大家哦 因为呢你把一个语言哦要学好呢我觉得发音非常重要我有当你一开始的基础打好发音 是好的你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那个目标国讲那个话的外国人的时候呢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他有回应他听得懂你才会更加强化自己的信心 再去回头把这个语言学好因此我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哦你不管去实体的补习班或者是线上买课程都可以 你大概买个三个月的课程从这个听说读写这个基础先打好之后呢你三个月之后就可以自学 你可能就不需要有这样的老师教你了因为你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自学的一些基础 但你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完全靠自学的话尤其像我很早以前那个时候我们网路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 你学英文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单字其实你不太会念你只能去猜怎么念那你认得是错的 所以你好不容易背了一些单字还有剧情就要跟外国人讲他听不懂你就觉得非常受挫然后你就不想继续学下去了 这反而对你的长久学习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我是非常建议大家你就花着三个月的钱不管是线上还是实体的课程 你把基础打好之后就能够自学这个语言把它学好 希望你学的这个外国语呢也能够成为你未来工作的最佳利器 一个让你获得更多机会的工具 我是基底兰 正方宇利总系统系统的顾小夏优そして社会实施来激励你 也希望能够带给你更多的正能量